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到底什么叫戏法 戏法跟魔术有区别 魔术是外国的 是博来品 戏法是中国的 好多魔术从戏法分出去的 历史上好多戏法都演变成现代的魔术 比如说我们当初的六连环 六连环 再早是九连环 后来剩六连环 外国人把它学走之后改成三连环 小朋友学魔术吧 有四连环 小个儿四连环 都这样 这是属于中国戏法分出去的 还有好多吧这样 我看他们外国有一车的品牌 也学咱那四连环 是 那奥迪 再说这戏法的魔术区别在哪呢 魔术比较领先于时尚 戏法比较传统 汉武帝时期 左思戏草头那段故事 知道这是戏法的雏形 后来我们业内专家研究 说从那个先秦初祖的大墓里头 发现有戏法的陶勇 秦朝了 说从那个时期就应该有 这戏法的艺人出现 这个多说一句 肖老师的恩师 是我们这个北派戏法的大师级人物了 这个王典英老先生 没错 没错 王先生 应该说在全国是一个邻居人物 没错 没错 他的表演非常独特 到今天想起来百看不厌 我们天津有几位大家 像马三爷的相声 没错 那个王与宝那位我三姑 那位跟我叔叔是哥俩 对 我三姑的天津识调 在骆老太太的金云大谷 金云大谷 是吧 这都是空天绝后 对 真是挺难得的 都是我们天津的 国宝级的人物 没错 没错